这盘棋讲解是2023年的宝宝威第九轮 淘汰赛的第二盘棋 红方是胡庆阳 黑方是徐天宏 开局是骑马 对战进足 红方是挺兵 黑方是上马 红方上马以后 黑方走的是横拘 准备从七路线打开局面 威胁红方三路马 这红方他就平炮 准备出局牵制黑方担子炮 黑方就上马不让他出 红方这儿就上马 因为你马一走中路就空了 红方想吃黑方中足 黑方就飞向 这儿的意思是让你吃 然后拐脚马利用你 红方到这儿的话 如果吃掉就会事先 他决定冲边兵 意思是通过冲边拘马的方式 把对方赶走 枪行出局 这儿黑方这棋就先上马了 那红方这个棋 他走的是炮尔平四 这招棋的意思在于 因为对方下一步有可能有个闪击手段 吃马 所以他就先看住 不给他脱身 找机会再冲兵 黑的先出局 防止红方出局失炮 这儿红方就冲 那黑方他不能闪身 到这儿只能进来 红方这边就先打掉 因为这个棋 你出局他把你抛踩了 下一步棋他再出局 也来得及 那黑方这个棋就进炮打马 强行把对方赶走 要闪击也把局拿出来 到这儿因为红方要出去吃炮 黑方想甩过来抢攻 那红方就先踩一步踩着炮 黑方他现在进炮打着马 红方就飞了个向 黑方在调局过来 又抓着炮 红方这边就补个尸 到这儿的话 黑方是炮而平死 红方呢就掌内部局 意思是平局再吃炮 找机会过来还能威胁嘛 那这儿的话 黑的他走炮四斤二 因为你现在如果直接出的话 对方有可能会打僵 所以的话这个棋红方呀 他选择招法是下底炮 准备来一个彩像啊 直接抢攻 黑方到这儿进鞠吃马 逼着马腿不让 那红方就冲兵勘就在说 黑方到这儿足武精役 试图用炮把兵打掉 把马抓死 这个套路很深呀 红方这个棋啊 他选择招法是 鞠一瓶三鞠宝 那么黑方这个棋 如果将军的话 这边有一个推炮去对的棋啊 这儿的话暂时没有便宜 黑方决定走一个 鞠八进三 这个棋啊 不要说打掉你给你对都可以 那这儿红方呢 先出去再说吧 黑方呢先穿了一脚 红方正常退炮 那么黑方这时候呀 再走炮四平棋 这个棋 红的只能炮四平二 黑的就鞠六平棋 双方进行了一个转换 这儿的话 红方是进鞠啊 点下去 要吃这个象 那么黑的呀 它是居七平五去保 接下来这个棋 红的是炮分开 避免被牵住 那黑方进行了捕饰 红方这里选择的招法是 鞠八进二 准备呢 有个打闷弓的棋 这儿是准备吃它的炮 那黑的这个棋就守住不让 红方这个棋啊 可以选择就是赶快退回 把对方的马赶回去比较好 双方呢接着缠斗啊 那么红方他走炮一进二 黑的就上马 红方把鞠拿起来 黑的就足五进一 红方看似给它吃掉 因为你不吃的话也不行 他只管冲呀 制造皇城 吃完以后 黑方有一个回马 到这儿底线一穿江 跳马江就厉害了 红方到这儿也确实是保下 如果你退居的话 他上马一打去踩着炮呀 连续时候能利用你 所以红方决定就走一个炮一瓶三啊 去对一下 这个棋 走炮一瓶四还顽强一点 对方一踩啊 将来这个棋试掉 将军上去 到这儿也是不敌啊 但是没有这么快 他走的炮一瓶三 结果黑方呀 底线一将 红方退炮以后 黑方给他一打 到这儿的话 红方也就认输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棋你正常如果吃的话 看着好像一吃啊 吃完之后将军可以出 其实他有一个上马一将采菊的手段 这个棋啊 你要是不吃菊没了 吃掉的话 那么杀你一将啊 到这儿以后啊 这个棋丢了个菊 将来这个棋没法抗衡了 那么黑方如何快速入菊呢 这个棋可以考虑上马 红方就算吃菊啊 人家退一将把你去白扯 这也要输 那为什么要考虑送菊呢 因为你正常退回的话 他有一个退菊一将呀 连杀手段非常犀利 这个双将啊 出来点杀 那么你伤势的一百走啊 传一将还是个道理 那现在你向掉的话 他杀你一将 不是的话杀其啊 出来的话 他杀十一将 进来的话 他菊点一 下一步棋啊 菊到底线是无解的 不是都来不及 所以在这儿胡庆言啊 看到后面杀招呀 丢完菊没法下了 他就认了 这盘棋啊 取天红获胜